6月10号上午一大清早 巴黎龟马山子黄天蚁真信公 聚集了上百位路跑好手 参加当日的巴黎越野赛跑赛事 赛事由越野跑团体VentureTracks举办 当日共有11公里以及21公里两个组别 路线为观音山的古道 地理上临近台北都会区交通十分方便 在越野的同时也能沿途欣赏台北地区的景色 那大家好我们是VentureTracks 我们这次筹办的巴黎越野活动是 就是跑整个观音山的古道 那总共分为两个组别 一个是11公里组跟9公里组 那总参赛人数的话是大概300个人那边 那天气有点炎热 所以我们也备了很多冰块给大家做使用 那这是我们的赛事总监 John Hello, Hi, We're from VentureTracks This is the Bali Trail You're in Bali, New Taipei City We have a 21km and a 11km for the adults and then we have a 2km and a 1km hill dash for the kids We have 310 people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our four races today This is a very scenic, beautiful and a bit challenging of a trail race but still worth a while So next year, if you feel for it, come and run our race here in Bali, New Taipei City 主办人Button表示当日赛事获得国际越野跑协会ITRA认证 参加的选手都能够获得积分登陆 同时活动也配合绿色线章的规范 所有的饮食容器都必须由参赛者自备 才能够在补给站领取水和食物 希望借此减少一次性容器产生的垃圾 在运动的同时也传达保护环境的理念 我们这次的话有跟ITRA就是你完成赛事之后 会帮你上传到你的积分 那其实很多比较哈扣的越野跑者 他们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积分的活动 对那其实我们这次有配合我们的绿胜宪章 就是我们提倡你需要自己带你的碗块餐具 还有你必须背你自己的水带 才能在我们的补给站拿到水跟点心 对因为我们不希望办哪场赛事 结果制造很多的纸杯啊垃圾啊 那对环境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运动是一件很快乐很健康的事情 那为什么你要去伤害到环境呢 本次赛事选在龟马山紫黄天影真庆功 拥有足够的停车位以及洗手间 龟马山福田会执行长林宇悦表示 希望本次参赛的选手都能够进行享受巴黎的美景 巴黎区长林俊彤则说 很高兴能够在巴黎举办本次的越野活动 欢迎各位来到龟马山紫黄天影真庆功 很荣幸今天能够接受主办单位的认证 那在紫黄天影真庆功 来办理这次的一个国际越野的一个路跑的活动 那么这次的活动呢 是可以国际认证 可以有得到国际认证分数的一个赛事 那么也非常欢迎今天来自全世界各地 包含国内的一些参赛的选手 还有各位的好朋友能够来到真庆功 来享受今天的一个越野路跑的活动 那很高兴今天这个饭客户外活动 跟我们这边很重要的我们龟马山正庆功 一起合办这个越野赛跑 那今天参加的选手大概有300人 那他们的路线就是会越野到我们最美丽的观音山路 那今天的天气很好 我相信每个跑者都可以这个跑出好的成绩 而且还可以欣赏我们巴黎美丽的风光 当日赛事由21公里组率先在上午7点起跑 紧接着是11公里组 路线边部整座观音山步道 最后将折返回真庆功 主办单位表示越野活动有运动健身清静自然的好处 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 记者已根基新北报导